当今大陆人在共匪邪教反革命恐怖集团的洗脑下,都是吃着人血馒头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 他们拼命否认自己被共匪洗脑成功。 全世界加入邪教组织被洗脑的,没有一个会主动承认自己被洗脑。 共匪受害者们还说使用这个共匪封闭的网站不违法。 那么共匪封闭这个网站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大陆人还会呕吐千篇一律的共匪邪教洗脑谬论。 共匪反动派们为了维护其邪恶政权的独裁专制统治,篡改历史,掩埋历史,那是臭名招着的。 如果很多大陆沦陷区的人民都知道事实真相,共匪早就被消灭了。 为什么共匪是日本侵略者的同路人和继承者? 为什么共匪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 为什么共匪才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呢? 很多大陆人被共匪蒙骗,还傻乎乎地认为钓鱼台是中国的。 其实他们连钓鱼台包括好几个岛屿都不知道。 只知道一个钓鱼岛,日本人称为鱼钓岛。 共匪不敢让大陆人看见在鱼钓岛上的日本灯塔,日本国旗,日本神社等。 共匪都不敢进入鱼钓岛的海域巡逻。 共匪也禁止大陆人登陆钓鱼台。 共匪天天疯狂叫嚣武统台湾,共匪为什么看见日本人将钓鱼台国有话,依然不会疯狂叫嚣要武统钓鱼台呢? 可见共匪才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奴才。 被共匪洗脑成功的大陆人都不知道,抗日战争是在伟大的蒋委员长的领导下,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才取得胜利。 如果蒋公真的如同共匪说的那样,不积极抗日。 为什么中国没有向日本投降,而是进行了八年的抗战呢? 连日本侵略者都知道,是中华民国的国军打败了他们。 所以日本人投降是在中国首都南京举行的。 中华民国104年,共匪习近平为首的邪教组织在大陆沦陷区的北平市进行了所谓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 共匪主导的闹剧却不敢使用抗日战争时候的中国国旗,也不敢播放中国国歌。 在台湾的中国人都知道的抗日爱国歌曲,中国一定强,共匪也不敢唱。 最最无耻,最最滑稽的就是,共匪强迫抗日老兵违反军纪,不允许他们戴军帽。 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中国的国徽,再次验证为什么共匪的共和国完全就是一个魏政府。 日本侵略中国,就是要让中国国旗消失,禁止播放中国国歌。 显然共匪已经帮助大日本皇军在大陆沦陷区做到了。 共匪不光要让真正的中国消失,而且共匪还一直对抗日老兵进行惨无人道的疯狂摧残迫害。 很多国军老兵就因为参加过抗日而被迫坐牢几十年。 有关内容,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很多。 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不也是一样摧残中国军人吗? 共匪又帮日本人做了。 台湾人都知道民国26年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历史。 78年以后,共匪才修建了纪念馆。 但是共匪反革命集团依然不改其反动派的邪恶本质。 四行仓库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女童子军送国旗和国军将士奋勇保卫国旗。 当时日本侵略者就是要将中国国旗从四行仓库打下。 所谓纪念抗日战争的纪念馆,却不敢在相同的地方飘扬中国国旗。 共匪现在终于帮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钟列慈,这个名称对于大陆人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名称。 各位大陆观众,你们恐怕连钟列慈的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你们被共匪去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了。 钟列慈是纪念那些抗日战争牺牲的国军将士。 共匪在文革时候,永久摧毁了很多钟列慈。 现在在大陆沦陷区只剩下二个。 共匪又帮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他们的夙愿。 而在台澎金马自由中国地区,地方比大陆沦陷区小很多,他们的钟列慈却有很多。 大陆很多抗日将士的后代都纷纷跑到在台北的钟列慈悼念他们的亲人。 现在大陆人只会去北平看毛匪泽东的僵尸。 他们却没有地方可以祭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伟大国军僵尸们。 那些被共匪邪教洗脑成功的大陆人疯狂仇恨日本人, 他们却无法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他们对抗日僵士们的尊敬。 再次验证了共匪才是日本侵略者的忠实继承者。 韩国人疯狂反日,有些人甚至为了抗议而自杀。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安抚。 韩国政府一直都在为为安抚积极申诉。 日本因此给了韩国人10亿日元。 而在共匪魔爪控制下,大陆的为安抚完全地不到共匪的支持, 共匪也不会为他们去向日本抗议。 所以大陆为安抚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显然日本侵略者是非常感谢共匪的。 总结,共匪篡改和掩埋抗日战争的历史,共匪迫害抗日战争的将士,共匪破坏纪念抗日将士的忠烈词。 此等日本买办,共匪邪教反革命集团岂不应该早日消灭。 究竟有缺者。 我看你会有很大的 好 好 好